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号星期六 大家好 在2月1号今天啊 中国的农业农村部 接到中国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 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 湖南省韶阳市双清区 养殖户思量的肉鸡 发生了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养殖户存栏的肉鸡呢 7850只 发病死亡了呢 4500只 7000多只死 4000多只啊 那么疫情发生后呢 这个农业部他们赶快就赶去了啊 当地呢 已经在当地呢 捕杀了家禽17828只 然后呢 全部病死和捕杀的家禽呢 均以呢 无害化处理啊 那很多网友问我们这个是不是真的 这就是真实的 是农业农村部的这个官方来这个承认的 那的确确呢是发生了潜流感啊 我们只能说呢 这个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那我们得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得到他们承认的呢 是这个17000只啊 那我们得知的呢 实际的情况 可能比这要多一点啊 但是呢 咱们还是以官方的呢 为主啊 我们就说呢 这个中国官方呢 太有意思了 这个人呢 得到这个 武汉肺炎 死了的话 这个数字呢 他们要保守的去估计 这个基德的潜流感 他也要保守的去估计 我们对此真的是 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 就为什么老底这个丧事 当喜事般 你知道吗 甭管怎么着吧 不过呢 这个这个潜流感呢 我们觉得现在 现在在这个武汉肺炎面前呢 我觉得潜流感 好像显得都 都不那么不那么重要了啊 反正这个事呢 是的确发生了 我觉得呢 这个对于中国的经济呢 它就是这个雪上加霜啊 很多人问我 能不能预言一下 今年的中国经济 到了现在还需要 还需要预言吗 所有的中国的 这个娱乐设施 所有的电影院 KTV 桑拿房 洗浴中心 餐饮业 我知道星巴克 也全部都关门了 据说苹果的这个 连那个苹果的 那个专卖店也关了 到目前这种情况 你还问我经济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吧 还有什么好说呢 现在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经济今年 肯定是好不了 估计是要跌落谷底 今年啊 嗯 理论上来讲 就目前来看 我觉得今年经济 想要增长都很难了 今年的经济搞不好 最终是要负增长 不过当然了 大家不用担心啊 这个肯定是 你在海外的 你在死动这 死动是瞎说大神话 你才会知道 中国的经济呢 这个 今年有可能要负增长 但是你们相信我 到年底的时候呢 中国的统计局 一定会告诉你 我们最终的保六 或者保五 或者保四的成功 啊 既然你放心好了 这个中国统计局 现在正在家里 正在家里琢磨 琢磨就是说 脸皮要有多厚 如果脸皮够厚的话 今年会告诉你 保六成功 还是百分之六的增长 如果脸皮稍微薄一点呢 可能就告诉你 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 我不知道 就这个数字呢 不是统计出来的 完全呢 看领导的意思 然后看心情 然后呢 看这个脸皮的薄厚 所以中国经济呢 你不用担心 有中国统计局呢 给你撑着 所以呢 你一定要有兴趣 好吧 那这样新闻播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